輕鬆運球快速殺到籃下 一個跳投後成功進球 不只是籃下無敵 三分球也能硬身破網 想念出絕佳手感 得非常努力對他泛紅號 更是如此 因為在媽媽肚子裡期待不當纏繞 一升下來 右手就比一般人短了一大截 只要對面有別的小朋友走過來 我就會刻意把右手藏起來 就是很害怕他們看到我跟他們不一樣 幼稚園時 泛紅號媽媽怕兒子一手吃飯不方便 特地送來不鏽鋼碗 但老師看了卻有不同想法 如果你兒子想要吃這碗飯 他就必須自己想辦法保住自己的碗 也是因為這句話改變了我媽對我的教育方式 開始用正常小孩的教育方式來教育我 國小時夢想當一幕花道 流川崩 泛紅號也曾經自告奮勇想加入籃球隊 後來卻是學長們不信任的眼光 籃球是要靠雙手的運動 所以你不行 但泛紅號卻又努力證明自己真的可以 會幻想自己跟NBA球星在球場上打球 但是慢慢到了現在其實那些夢想也一一的實現 狂烈速度跟外線投籃還打到主力帶領校隊出去比賽 大學時選獨設計的TNBA球星Kobe Bryant 設計球鞋 Kobe來台灣的時候在活動會場我把球鞋送給他 然後很感動的是他也直接把他換上去 雖然是受到了蠻大的肯定 從以前遇到人一定把右手藏在背後 現在是有滿滿正能量的大男孩 說自己當不神流川崩 有這像多愛夢的手也沒關係 一樣能上場一樣能當神射手 勇者無懼正當自己的不完美 因為這就是他獨一無二的半紅號 東升新聞神眾人魏玉田新竹報導